刘平原和张伟轩 自锐舞创始61公斤级比赛 对决后的再度碰面 毫无疑问 这将是众人期待的一场比赛 在那次比赛中 张伟轩获得了 技术性击倒的胜利 但是刘平原当时眼部受伤 而且对规则的误读 也影响了他的发挥 而在今晚 张伟轩期待一场 堂堂正正的胜利 当然刘平原也金飞西斌 他已经取得了一系列 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 显示出全方位的进步 下一个锐舞明星选手 这将注定成为今晚 最让人激动人心的比赛 好 观众朋友 那么这场比赛呢 马上就开始了 这是我们今天 电视直播的第一场比赛 张伟轩 信心满满的张伟轩出场了 这个选手离开我们一年多 我没有看他的这场比赛 很知信 这场选手没打招呼 他有一张娃娃脸 但是这种娃娃脸里呢 他又透出了很多的杀气 千万不要被他的面部的 这种表情所迷惑 好的 这位可先 我们该介绍的来自发的前一手 这位前一手 原体最中立武战绩一胜零负 身高167公分 体重57公斤 他就是来自西安体育学院的 张伟轩 向敏轩 这位年轻选手应该说在比赛当中 能不能在今天对着刘平元的比赛当中啊 打出自己的应有的水平 也是让我们大家充满了期待 是的 这位选手是我羡慕的选手中最自信的 而且是表现力最好的一个位 好 接下来出场的是刘平元 我们可以看到刘平元的发型啊 很独特 也很细 也很张扬 这次比赛呢是阔别一年以后 刘平元和张美轩的一场 首次对决 对 也是副手指甲 副手指甲 看到刘平元那个表情上啊 很荣誉啊 对 而且他已经充分地做好了准备了 眼神里透露出的是自信 和就是准备获得胜利的那种渴望 好了 来到了裁判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裁判员在检查 检查户具 好 现在大家介绍我们的红方选手 红方的这位综合格斗选手 原籍河南 保持瑞伍的战绩是两胜两负 该选手身高172公分 体重57公斤 他就是来自北京敖海林搏击俱乐部的 刘平元 这次他可以看到刘平元 现在检查凡事连 点成头上的汉手 或者凡事连肯太多了 裁判给他插一插 检查身上没有携带危险的物品 或者是掉硬的一些物件 还是没有问题了 这他的教练员敖海林 先来跟他最后的一些建议 好 现在方方女员已经来到场上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行的就是 57公斤银量级的比赛 来 有请来自加拿大的主裁判 杰伦佛罗先生 有请 好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 我们看到张米萱对阵刘平元 穿红色短裤的就是刘平元 好 上来一个高边腿 银色短裤的就是张美萱 这是他们第二次交手 哇 刘平好大 攻势好堆 开放是王阳洲最终打击 下巴上一拳 要锁脚吗 我们看看能不能在短时间内 两个人锁脚都在相互锁脚 跟第一场比赛 入一的时候有点像啊 对 看看双方谁能够把握住机会 都起来了 好 两个站起来 刘平元要摔一对手 刘平元想把战斗拖到地面 侧面控制 刘平元侧面控制了张美萱 我们知道张美萱是战力高手 在地面上对他很不利 刘平元是地面高手 第一次比赛的时候呢 刘平元就是在战力的时候呢 输给了张美萱 好 好的 好 差一点 差一点 差一点张美萱做了刘平元一个十足 所以在比赛里头呢 谁能够抓住机会 谁能够掌握主动 刘平元现在在上面 不断地用肘和拳 击打张美萱的头部 这时候他们在角度的位置 正在我们的前方 刘平元用十足步 刘平元现在使用十足步 手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还没有做成 没有做成 张美萱 现在打到了刘平元头部 现在刚下变了 现在两个人换了一个角色 对 位置转换了 又要做十足步 位置不是很好 可能就是他十足步 这个位置对张美萱很有力 张美萱就喜欢站着打人 对 所以他想等对方起来 但是呢我们看 又换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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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有一点开裂 我们看到经历了四场比赛 一年之后的刘平元 和当年完全不同了 这位成长的运动员太可怕了 他每一步成长咱们都能看见 而且我们从比赛当中看到 他就用自己的优势 就把你投入地面 而且在比赛里面呢 他的力量占有一定的优势 身高 力量 有了这两大法宝 那么在跟对手 在进攻和防守当中啊 可以说他能够有效地抑制对手 又要锁脚 两个人又要互相锁脚吗 好 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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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头部前打击 这刘平元现在 刘平元说你过来 我不起来 好 起高边腿 这就是终极格斗 那么从地面 维西没有成功 哎 倒地了 但是刘平元打得很放松啊 对 还记得日无一的时候 刘平元和张伟轩在对决 刘平元显得有点贵子 我们看看 好 包腿 包腿 包膝 然后一摔 又要坐 又要坐 脚踝 又要受脚踝 这个位置不要能不能锁上 我们看一看 做竹筋钩 竹筋钩 两个人互做竹筋钩 张美萱正在做竹筋钩 哎 刘平元又要做竹筋钩 两个人身后做成呢 有没有做成 都没做成 这时候两个人倒在地上 好像彼此啊 都有点想这个喘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是的 刘平元在试图 帕斯卡尔的就是过腿 两个人又要锁脚 又要锁脚 对脚步的攻击 都有去对脚步进攻击 刘平元在当中啊 像刘平元这种呢 可能等一会儿的话 这个会有一定的问题 会有一定的问题 刘平元呢 就知道我地面强 嗯 我不相当点了 傻给你拼战力 对 我要给你投到地面 对 你看 又是被一个摆拳 一个一个左手的摆拳 打到他的面目 哎 那么在比赛当高 张美萱的拳法明显是 确实要比刘平元高一点 对 但是在身高比场上 刘平元有战绩优势 刘平元打得很放更多开啊 好的 刘平元抱腿 刘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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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萍過來了 兩個人是 劉萍源又坐張美萱在斷頭臺 擠到了邊往上 張美萱現在手準備掏出來 掏出來想緩解看一看 比賽要結束 能不能做成呢 還有10秒鐘比賽就結束 能不能做成 好 比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了 雙方打得非常精彩 我想劉萍源這場比第一回合 也給張美萱製造了一定的壓力 因為張美萱發現事隔一年以後 劉萍源的進步之大 是讓他難以想像的 對 但是呢 從這個比賽的進程來看呢 我看到這個劉萍源呢 現在是過於依賴他的地面技術 是的 我們不太了解 入五一的選手呢 觀眾們可以登陸網站 roftchina.com 去搜索一下劉萍源和張美萱 當年在瑞武一的比賽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為什麼 今天他倆不打得這麼激烈了 對 這是我們 這是瑞武一的時候 雙方曾經有個交戰 而且交戰的話呢 這個張美萱是獲勝的 對 而且要說明一下是 但是在宇章級這個比賽裡頭 這兩位選手就更好選手 對 再一次的誰獲勝可能會影響到 他在一個百萬爭霸當中的一個地位 但是在比賽裡頭呢 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比賽裡頭 雙方都過於依賴自己的這個強項 對對對 那麼張美萱呢 在戰力的方面的時候 他進攻顯得比較有章法 但是一進入地面以後呢 顯得就沒有太大的 太多的辦法 而這個劉萍源呢 是老想把對手 哦 提到當步了 提到當步了 這個是個犯規的動作 是要被扣點的 我們知道如果提到對手當步以後呢 當步受傷的那個運動員 可以休息五分鐘 休息五分鐘 那五分鐘之內 他說他好了 可以打了 但是最最多最多只能休息五分鐘 但是說劉萍源這個時候呢 就出現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如果這五分鐘以後呢 張美萱不能打了 很有可能會判 反規一方輸 對對對 很有可能 但是如果這個動作反覆兩次 或者更多次的話 有可能會扣劉萍源的分數 對 我們不知道現在裁判 裁判要跟劉萍源說點什麼 應該是警告 應該是警告 告訴他一些 規則方面的行 對對對 你不應該這樣去做 現在就看張美萱 他躺還能不能打 看一樣張美萱沒有問題 不錯 張美萱還是比較完善 剛才我們看劉萍源的這個擺拳也是 這個高邊踢到的頭部 又是一個高邊 這個 這個 還有七 七腿 刮到了臉部 我們看這個直串啊 這一腳也不得了 這個下勾拳沒有勾上 兩個人的這個準度還是不夠 一個打的是高邊腿 一個打的是低邊腿 所以一高一低打起來非常好看 兩位選手是拳腳相加 漂亮 漂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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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險 剛才那個動作 差點被張美萱做了十字固 對 現在側面控制 劉萱源壓住了張美萱 夾住對手的頭部 要做一個拍博的技能 沒有 沒做錯 選擇了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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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鎖腳踝嗎 兩個人鎖腳踝鎖了很長時間 都沒有成功過 對 現在又是互相再錯 對 又是互相再錯 看誰能鎖到誰了 對 看他們再鑽再鑽 應該是沒有成功 都沒成功 說明張美萱的地面技術 確實不夠細膩 對 不夠細膩 同時 這個時候 劉萱要注意的是什麼 用腳去踢對手的頭了 陳昱全 對 如果用腳去踢頭就換鍋了 好 這手沒鎖住 站起來了 這是一個張美萱 頭被進行攻擊 張美萱 右下 上下 右下 沒有打鬥 五下 這幾下很重啊 張美萱迅速地拔出了自己的口圍 想要回到自己優勢的位置 劉萱原試圖要站起來嗎 一隻手之地 一隻腳之地 右腳 現在右腳要蹬對手的膝蓋 好 直接 直接迎擊 直接一個前衝的迎擊 不過劉萱原並不畏懼這樣的攻擊 好 站起來了 成長中的劉萱原確實滿 很有威脅啊 這就叫忙裡偷閒呢 穿口氣 所以在比賽裡頭呢 有時候運動員也非常有意思 在比賽當中 這種體能消耗非常大 那麼在消耗體能非常大的情況下 怎麼樣來利用短暫的這種休息 來調整自己 這也是一個關鍵 這兩位選手現在打得有點亂 對 抱雙腿 又把對手摔倒了 劉萱原把他的對手張美萱摔倒 試圖要PASCAR PASCAR呢側面控制了 側面控制 這個位置上在低低 好 好的 用這個軸 軸 用軸 要騎上去 要騎上去了 起球 要做石頭褲 要做石頭褲 好像坐住了 好像是坐住了 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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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鏡頭現在看不見 到底有沒有做成功 但是應該是坐到了位置 應該是不會成功 看這樣子這個位置 稍稍有一些問題 這好像沒鎖住 沒鎖住 對 這個軸沒有進去 應該是 兩個人的位置很尷尬 這就是巴西柔術的一些招數 所以在比賽當中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這是什麼招數 兩個人已經打到地面了 這個時候像以往的話 站起來吧 裁判讓你站起來 為什麼這還不讓站起來 而且在地面這樣來打 這就是巴西柔術的一些打法 所以在比賽當中呢 我們說可以用巴西柔術 可以用跆拳 可以用跆拳道 可以用這個柔道 對吧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張美璇的地面 也有進步 說明說他新的老師 他新來的一個老師 MMA老師是來自加拿大的 Van Anderson 應該給他一些地面上的一些講解 直導 而且呢看來效果還不錯 對 幾次脫困的情況 來看的話 都是靠這個東西 就是靠他的技巧 所以前球拳打到他的頭部 但是沒有什麼殺傷力 又試圖抱 好 好 這一下太不乾脆了 對 黃爾貝 張美璇打的機會 我們看張美璇 兩個人又僵屍在了一起 兩個又僵屍在了一起 兩個又僵屍在一起 這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劉民元的身高比較高 這時候 倒到地面以後 他的優勢沒有了 是是是 你知道嗎 倒到優勢沒有了 那麼對方的這種拳衝馬上 前鋪的這種充拳的確力量非常大 而且我們可以看一看 張美璇很聰明 利用規則 不能去踢他的頭 對 還有一隻手方地上 如果劉平元用腳去踢對手的頭 他就會輸 對 第二回合 就結束了 對 剛剛我們也給大家介紹了 哇 太激烈了 所以這個比賽當中啊 兩個人的角色轉換非常快 剛剛我還是想給你個斷頭胎 結果沒拿到 結果反過來就被對方拿了一個 然後呢 我把對方放倒了以後 迎面直擊的時候 剛才還是我打他 對 轉過來馬上角色轉換了 就是他打我了 而且有一點是 劉平元的戰術很明確 就是要爆摔 摔到了以後實施地面 但是多次的爆摔沒有成功 說明他在對抗張美璇的時候 心理壓力還是蠻大的 對 所以說在比賽當中啊 打到現在來看的話 雙方的 應該說雙方勢均力敵 但是呢 從有優勢的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現在還看不出來 誰有絕對的優勢 我覺得五十五十吧 五十五十 而且這個劉平元呀 現在信心比較滿 就說我看我當年不如你 我被你打敗了 但是你看看我現在進步 我不服你了 我今天就要報仇 但是呢 還是有所顧忌 對 對吧 他往往當對手 一旦進攻 比較犀利的時候 或者是對手 稍稍這樣上風的時候 他被對手放打了以後 他寧可在地下他不起來 是的 他還是對對手的戰力技能 還是以心存畏懼的 下溝拳很漂亮的面子 嗯 剛才這個高邊腿啊 如果讓這個張美萱鑽進去的話 這一下非常危險 是 而且呃 劉平元追劫非常喜歡用西法 嗯 後手把線沒有打到 任何技法都是要看對手 要在對手 他的技戰術水平 發揮是如何 對手 然後來制定做 對手 但是他沒有去追擊 張美萱應該利用這個機會 去追擊劉平元 我覺得他勝算會更大一點 他的PASKA的方式 就是過去的方式比較單調 沒有什麼有效的方式 就是來回的繞著對手轉 但是這個方式不是很有效 嗯 就剛才讓我們說對了 劉平元呢 就是忌惮這一下 抱單腿 抱單腿 現在第三回合明顯力量上不夠了 旁邊摔倒了張美萱 我們看一看 能不能拿下 這個比賽當中 有時候只要在關鍵的部位 找我好 又放鎖腳嗎 兩個人又要鎖腳嗎 對鎖腳嗎 對鎖腳 對鎖腳 沒鎖住 沒鎖住 又要鎖 應該是鎖到了 但是成不成功又是一回事 現在好像劉平元鎖的 張美萱被 張美萱鎖了劉平元的腳踝 對 劉平元並沒有鎖到 對 劉平元說一說 這個時候他在想辦法逃脫 他在登對手的 臀部 對 準備來解困 但是好像這個力量 出去了 出去了 這時候出來了 這時候角色又轉換了 我們看 但是到了地面以後 這種 這種撞擊 這種 有效的擊打 好像劉平元的辦法 也不是太的 現在劉平元出來了上位 形成一種 分成一種開放式防守 張美萱在開放式防守中 劉平元又要做 又要做脚踝锁吗 又要做脚踝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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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美萱差点期待了 刘平原身上 这时候刘平原就比较被动了 比较不好办了 张美萱在不断地打击他 打击他 对他的下巴进行攻击 怕斯卡的成功没有 没有成功 好的 我们看张美萱的确 他的脱困能力比较强 是的 一旦被对方锁住之后 能够很快地找到解决问题 两个人在干嘛呢 就是说裁判要求起来 两个人都在 都想要自己的位置 都想要自己的有力的位置 但是比赛 他要求的是背靠 对对对 你为了不 你想把队 你要想办法把对方给过来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刘平原做了很多功课 因为张美萱 每次后手摆写的时候 头都会很低 所以说刘平原 勇气息特别多 气息 他气息的目的就是 要给对方迎面的撞击 迎击 战术上还是对他有分析过 有研究 有研究 但是呢 就是说没掌握好这个火候 对 看这个能力或机遇问题也是 张美萱不断地想要回动后手拳 可以看出来 就是我们看张美萱的力量 但是现在第三回合的后半段了 已经体能上消耗了 确实也是 你看他的力量 他的拳出来以后 对方已经是不怕了 这个时候呢 但是刘平原现在力量也不够了 是 但是我们知道张美萱在力量上非常好 但是他这个拳 但是他这个拳 把他轻度上还是很强 刚才这个高边腿打在了刘平原 那个侧脸架 又要换个大腿 推到龙边 关在龙边 锁住了 这回锁住了 锁住了刘平原 张美萱锁住了刘平原的脖子 赤口渡断头台 而且关上了他的盖的 就是防守两个人放在一起 有慧慕长弓的 哎呀 真可惜啊 这个时候刘平原要反击了 看看刘平原 现在时间不多还有一分钟 是 这个时间应该赢更多的分数啊 刘平原 刘平原选拳了站立起来吗 这个很尴尬的位置 他这个第一头要做什么 这时候体能消耗太大了 他怕对手 张美萱 对 重拳和肘击 而且他的钱呢 从现在出钱的力度来看 已经力量不足了 是 漂亮 刚才这一拳不错 很重 嗯 刘平原还是不够坚举骨断 我认为 漂亮 力量太大了 一手兔子龙丁 啊 这是 这个我们中国武术当中的这个 这个兔子登腿 兔子登腿 非常漂亮嘛 对手登的 已经脱离了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张美萱的应激能力特别强 对 就是他的灵活性 机动性是特别好一名选手的 马上比赛结束了 三个回合 三个回合 地址到最后三个获胜呢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三个回合谁能获胜呢 两个牛大太棒了 是张美萱继续捍卫之的荣誉还是刘平原复仇成功 那我们就要看裁判的了 对 从这个双方的 应该说从积极主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应该说张美萱战有先机 确实 但是 但是呢 只要看裁判怎么来判定 这个三个回合还真 要是五 五两年也都在裁判 这个斯老师也是知道的 但是以我现在这个角度上 我真的是很难判得出来 到最后应该是算谁获胜 因为两个球球打得都真的太好了 就是说两个人在同等的情况下 双方 对吧 五五开的情况下 那么主动的一方占有一定的优势 是的 是的 那么刘平原呢 他太多的在地面的时候 他自己没有主动发起成功 这场比赛不管谁胜谁负 这两个运动员给咱们带来 特别漂亮的一场比赛才是最真实的 对 所以说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 比赛的结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也希望裁判员能给我们一个 让我们感觉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 是的 我们等待裁判员的公布吧 好 现在 好 OK 应该是判罚出来了 对 看来这个的确非常难统计 到底怎么样 好的 请 应许我为大家公布本场比赛的结果 这是一场非常非常胶着的比赛 最后的结果 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的判断是什么 而接下来 你应许我公布本场比赛的结果 三位裁判非一致性判定 洪峰 刘平原获胜 好 复仇成功了 看来 复仇成功了 这样双方就战胜了一比一了 是 刘平原的成长 让她在复仇成功了